同学们大家好 现在我们开始学习Tension教程中的语句 这节课我们学习一下Val循环语句和Fal循环语句 那我们先看一下课程题刚 第一小节我们先介绍一下Val循环语句 然后接下来呢 跟Val循环和Fal循环有关的Break语句 Continue语 Pass和循环 Else 这些语句呢我们也会介绍一下 第三小节我们就介绍Fal循环语句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学习第一小节Val循环 Val循环语句呢是 Tension语言当中最通用的一个迭代结构 只要顶端的测试条件 也就是这个Val循环的顶端的测试条件 测试的条件成立的话 那么就一直在执行 就是这个测试的结果 那么它的运行方式呢是这样的 首先呢是Val关键字 Val关键字空格后面就是测试条件 只要顶端的测试条件 计算的结果一直得到的是真子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布尔循中的处 那么就会一直重复执行一个语句块 这个语句块呢通常都是有硕进的 就是称之为循环的内容 称为循环是因为控制权呢 会持续返回到语句的开端 开头部分 也就这个相同的这个硕进语句块的内容 执行到结尾的时候 就又回到了这个Val的顶端测试条件 如果这个测试条件 计算的结果还是为真的话 就继续循环 直到测试为假 当测试变为假的时候 控制权呢就传给Val块后的语句 就是说呢 这个循环体块后面的语句 就接着往下执行 结果呢就是循环主体在顶端 测试为真时会重复执行 这就叫Val循环 而如果测试一开始就是假的话 那么整个这个主体呢 就绝不会执行 那么这种Val循环的语句的一般格式是这样的 首先是一个关键词Val 在Val后面空格 接下来就是测试结果 测试的条件 当测试条件成立的话 就是条件为真 那么就执行冒号后面的同一个 硕进块的一些语句块 如果条件不成立的话 我们可以加上一个L式语句 L式的语句呢 就是L式的语句呢 跟这个条件是有关系的 这个L式语句呢 是可选的部分 也就是当我们这个循环条件 循环这个语句块 不需要L式的话 可以不写 那么这L式的主要作用是这样的 当我们的循环的过程当中 循环离开了 这测试条件为假了 而且呢 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 又没有碰到这个BREAK语句 就没有碰到这个退出循环语句 那么就会正常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测试条件 正常测试到假 然后退出的情况 就会执行L式 所以呢 这个L式呢 会不会执行 这是不一定的 而且它不是必须的 它什么情况下执行呢 就是没有在强制退出 而是在Ware 这个循环条件 正常执行 测试的条件 得到了一个假 然后退出的 这个过程 就会执行L式语句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做一个小例子 打开我们的开发工具 从开始程序里 找到Pension中的IDRE 在我们的开发工具里面 写一下这个关于Ware循环的一个小例子 假如说我们生于一个X对象 我们给它一个支付串 叫SPAM 负了值了 然后我们写一个Ware循环 Ware 我们的测试条件呢 就是这个X 布尔径的测试表达式是这样的 任何非零数字 以及非空对象 都被认为呢 是布尔中的处 那么这个X呢 是一个非空对象 它是一个字符串对象 它呢 就代表着也是一个处 如果作为布尔形的词来判断的话 就是处 那么循环的这个结果呢 就是这个X这个 最起码第一次进入了 进入这个循环的执行循环的时候 它的结果是处的 那么条件成立 我们就执行冒号后面的 当我们一回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回车以后 自动就把位置呢 给我们将右塑进了一个语句块 一个一个硕进块 那么在这硕进块后面呢 我们写一个打印语句 打印X 就打印这个我们的这个数据值 然后同时 我们还没有结束 在循环体里面 这个同一个块里面 塑进块里头呢 我们还没有结束 我们得让这个X呢 产生一下变化 如果不产生变化呢 它就会一直不停的循环 而我们又没有判断退出的条件 那我们就在这里头呢 写一个对X进行负值的语句 那X等于X的分片 怎么分片呢 就取它的一后面的 第一个字符就去掉了 那么每循环一次就去掉一个字符 我们就一共才是个 这个字符刷体一共才是个字符 每循环一次就去掉一个 那么最终呢 就会缩减成一个 到最后就没有了 就这样的一个循环语句 让我们执行 我们看这里 第一次打印的时候 它是一个FPM 这是一个完整的 第二次打印的时候 进入第二次循环 这个X的词就变掉了 去掉了一个X 第一个这个字符以后 还剩一个PAM 第三次就剩个AM 第四次剩个M 到第五次呢 这个X呢 没有东西了 是个空的 是个空串的 如果是空串的话 这个条件就不成立了 就会退出 那么例如说 我们在下面再做一个例子 我们剩一个A 让这个A变量等于0 分号再写一个B B变量等于10 回测 然后我们写一个W条件 我们判断的条件呢 是A小于B 这是我们的测试条件 第一次肯定是进入循环的 那么在循环体里面呢 我们打印一下A printA 然后打印完A以后 我们要让A产生一个变化 让A再加等于E 在自身的基础上 加上一个E 这样去执行 那么每次它都会有变化 循环 循环一次 就累加一个E 加一个E 那么加一直加到 这个条件不成立为止 也就是等于10了 等于10呢 这个条件不成立 就会退出循环 所以我们这样执行一下 打印的结果 就是0123456789 这样一直就循环出来 10个数字 这是Wire循环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二小节的 Break Continue 和Path 还有循环 L 这个子句 这些语句呢 是做什么用的 Break语句呢 和Continue语句 是只有在 骗套在循环语句里 才有作用 而这个Path语句呢 就是一个空单位语句 空的 就是意思呢 我们要写一个 写 比如说定义一个函数 在函数里面呢 我们暂时还不知道 要怎样去写 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个Path的 来表示 这个是个空的单位语句 意思呢 就是说 以后我才 我在网里面写主体内容 以后再填上去 那么Break语句 我们看这个Break语句 Break语句呢 是跳出最近的 就是最贴近它的一个循环语句 这个循环语句呢 是跳出循环 而不继续执行了 这个Continue语句呢 它也是跳出 但它不是跳出循环语句 而是退出当前的本次循环 继续下一次的循环 那在Continue呢 这个解释就是跳到最近所在循环的开头处 就是那个Ware条件处 也就是我们这个Continue后面的语句 同一个语句块的语句后面就不会执行了 但是呢 下一次的循环还继续 Bus语句就什么事都不做 就是空的单位符而已 那么还有一个L式 这个L式呢 就不是用在测试条件的L式 这个L式呢 是一个子句 用在循环里的L式 循环L式语句 它的作用就是 只有当循环正常离开的时候 就是我们不用Break 或者Continue跳出 而是正常离开循环语句 Continue不会离开循环 只是那个 暂停当时的本次的循环 停止本次的 不是中子整个循环 那么只有正常离开 这个Wear循环 才会执行的L式语句 也就是没有碰到Break语句的情况下 那么它的格式呢 就是这样的 首先是Wear 然后接下来是测试条件 那么在测试条件里呢 就可以写我们的循环体 一个语句块了 那么在这个语句块里 是可以嵌套其他语句的 我们还可以再写EF 再写EF判断 如果这个测试 某一个第二个测试条件成立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退出Wear循环 那么我们还可以写其他的 如果某一个测试条件成立的话 我们可以Continue Continue呢 是停止当前的循环 继续下一次循环 它就回到这个Wear 这个测试条件1里头 继续测试下一次 那这个L式语句 是可有可无的 也就是说 我们正常根据这个测试条件 得到的结果为假 然后退出语句的时候 才会执行这个L式 而是非Break退出语句 就是一定是要在Wear循环退出了 才会执行L式语句 但是呢 要在非Break情况下 退出才执行它 那么Pas语句的例子 我们先来做一个 然后面呢 我们再来去做这个Break Continue的例子 再来做一个Pas语句 那么点型的例子 比如说定义一个Function 定义一个函数1 括号冒号 那假如说我们现在这里 不知道写什么好 那我就来一个Pas 告诉大家 我这里先这样站位的 以后再说怎么去写的 然后我们可以再去定义一个 Function2 再定义另外一个函数 冒号 然后这个函数呢 不知道写什么好 先加上一个站位符 以后再去定义 就这个作用 就是表示暂时用于填充函数主体 然后以后呢 会填上 继续 再一个 看这个Continue语句 Continue语句呢 是中子本次的循环 例如说我们增加一个边量 X等于10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循环 WhereX 条件是X 测试条件 那么第一次会进入 在循环体里面 让这个X每次等于X-1 减掉一个1 然后我们判断 我们加上一个测试条件 如果当前的这个X这个变量 对2进行求余 如果对2求余的结果呢 不等于0 不等于0呢 就是单数咯 等于0 能被2整除的数呢 就是等于0 就是余数呢 是0 那么就是一个双 那个 能被2整除的数 如果呢 当前的这个结果 不是2的倍数 结果不等于0 不是2的倍数 那我们就退出 Continue 利用这个关键字 Continue语句 把它退出 如果没有退出 本次循环 那就说明了 当前的这个X 是能被2整除的 那么我们就打印 Print 把这个X打印出来 看一下 那我们回车 执行结果 就是从8开始 每次减1 第一次的一个10 减了1以后是9 当那是9的情况下 9除以2呢 结果不是刚好 能被它整除 余数是1 那么就退出 Continue 这个Continue呢 就是后面的不再执行了 然后跳到这儿 继续执行下一次的 这个循环测试 一直测试这个结果为0 就是得到的结果等于0了 也就是False了 测试的结果为False 那就退出循环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 就是只有能被2整除的情况下 才打印 所以这个不是每一次 每一次循环 这个PrintX都会打印出来 那么要根据这个条件 如果呢 是97531 这些数字呢 就会Continue退出去 退出本次循环 后面就不执行了 好 这是Continue语句的使用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做一下 关于Break语句 Break语句呢 是跳出整个这个循环语句 从这里开始 一直到这个语句块结束 整个跳出来 那么整个跳出来语句呢 就不会再进行测试了 而Continue是没有跳出 退出语句 而是中止本次的循环 所以它是有区别的 那么继续判断 Wear条件为1 冒号 那么这个1呢 结果永远都是条件成立的 那什么时候条件不成立呢 我们在这里做一个输入 我们声明一个变量Name 通过调用 raw-input这个函数 就是接收用户自己输入的 那么自己输入 搞得输入姓名 输入姓名冒号 这是提示的信息 那么输入得到了输入的姓名以后 通过这个函数拿到了 我们输入的字符串以后 我们就判断 如果Name的值等于stop 如果等于stop 那么我们就break break退出了 所以说如果呢 输入的是一个stop单词 那我们就退出当前的这个外循环 如果没有输次stop 那就继续在这里循环 每次循环都会调用这个函数 要求你输入姓名 然后输入完姓名 我们就做一个打印 打印一个hello name 然后这个name呢 是个变量 我们把它在外面连接起来 name helloname 后面呢再去逗号连接一个 等号大于号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还输入一个年龄 在这个之前 在这个break后面 先输入一个年龄 age 叫作用户输入年龄 冒号 那么输入这个年龄呢 我们在这里计算一下 在后面呢 我们继续连接 输入到的这个年龄 是一个字不串的 我们用int函数 把这个年龄先转换成一个整数 转换完整数以后 求它的二十方 就这样 就结束了 那么每次呢 就通过输入判断的这个单词来判断 如果是停止 那么就退出语句 如果没有输入stop 那么就继续 第一是输入你的姓名 rxd 回车 然后接下来就要你输入这个年龄 那就是进入到这里来了 输入年龄 输入一个56 回车 那这里hellolxc 然后呢 56的平方是3136 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那继续 因为我们没有退出循环嘛 那么下一次的循环呢 又要求你输入姓名 输入一个abc 回车 年龄呢 输入一个12 得到结果呢 12的平方呢 是144 就这样 每次在这里循环 一直你到你输入一个stop为止 现在呢 我们要输入stop 回车 这里就退出循环了 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 那么继续 继续再看一下lx的子句例子 就是在我们的vair循环里 叫lx 那首先呢 我们也做例子 通过例子来学习这个lx子句 首先呢 我们先送你一个变量y 让它等于数字10 然后接下来呢 增明一个变量x x等于y除以2 那我们这里的这个x呢 就等于5了 5除以2以后 得到的结果 10除以2之后 得到的结果是5 然后我们就在这里vair循环 循环的条件 它是这个x x只要大于1 我们就进入循环 那首先第一次x等于5 肯定这个条件成立的 在这里进入循环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判断 如果x 如果这个y 对x进行求余数 如果呢 刚好能被它整除的话 等于0 那么这是vair循环里判断 加上了一个复合语句 一符测试语句 那如果y 第一次y等于10 x呢 等于0 那第一次y对x进行求余 结果呢 就是一个0 肯定第一次判断就出来了 那我们就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y has 后面是这个 后面这个照桥吧 再把x也加上去 逗号x 把它都打印到这里 然后呢 接下来还不算完成 我们下面还再加一个break 就是说如果能被x y除以这个x的余数为0的话 能被它整除的话 那么我们就break 退出这语句 回车 如果没有退出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让这个x 等于x-1 然后接下来我们想加一个l 给这个vair 然后往回退 退到头上 退到头上呢 再写一个ls指句 那么这个ls指句呢 就是在没有执行break语句的情况下 正常的这个测试条件不成立 然后执行到的结果 就会执行这个ls 那么在这个ls里干嘛呢 我们再打印一次 Prental Y 连接支付串 G字 prime 在这里打印 回车 执行 那么第一次执行的这个结果 执行到了这里 这是通过break结果退出的 那么通过break结果退出 这个ls语句呢 就不会执行了 所以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结果 那么同样 我们把这个结果改一改 我们让这个Y 不等于10 让这个Y呢 第一次等于9 等于5吧 或者等于4 从4开始 如果等于4 那每次减1 它肯定不会对5等于0 所以呢 我们会正常的退出 所以一开始 让这个Y等于4 然后接下来X 等于X呢 我们让它等于 直接给一个数字 等于5咯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写这个Wire条件 Wire循环 这Wire循环呢 我就不变了 我直接把它Copy下来 直接执行就行了 这一次再执行 你会看到 这次又是是了 是 这个是对5进行 求于等于0 在这里执行了 这个结果还是不对 我们把它这个Y 造成这个改 Y等于一个2 Y等于2 然后接下来 X等于 Y除以2 那么这个X呢 就等于1 Y是2 2 然后除以1 对1进行求于 如果等于0的话 那么这第一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不成立了 这个时候X已经等于1了 如果X大于1的话 就进入这个条件 那么继续后面呢 就一样了 我把它继续Copy下来 那第一次测试条件 这个X呢 已经等于1了 它不是大于1的 这个条件就不成立 如果它不成立 得到的测试结果是false 那就没有进入这里 没有进入这里呢 那么会执行执行else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结果呢 就应该是 下面这个打印 Print Y等于2 然后呢 打印了 诶 这是yos的一个 我们这里刚才写错了 这里的是X应该等于这个 X等于Y除以2 这里写错了 所以呢 我们再重新执行一遍 最后看到的结果呢 就执行了else了 前面我们这里写错掉了 X呢 让到等于Y除以2 这个结果呢 测试条件就为false 就没有进入这个else 是正常退出的 正常退出呢 就会执行else语句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2 执行的最后这个Print 那么这是L式语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小节 关于负循环 负循环呢 在Pension当中呢 是一个通用的 序列迭代器 它呢 可以遍立任何有序的 序列对象内的元素 那么负循环呢 可以用于字符串 列表 原主 还有其他类子可迭代对象 以及呢 通过类创建的一些新对象 就是都可以的 那么负循环的首行 它是 它的一般格式是这样的 在负循环语句的首行呢 定义了一个负资目标 或者是一些负资目标 以及呢 你想便利的对象 那么首行之后呢 就是冒号 冒号后面呢 就是想重复 因为它这个负循环嘛 旋环的目的就是重复 做重复的操作 那这个重复的语句块 就在这个冒号后面去写 一般呢 都是加硕进的 加硕进块的 那它的格式是这样的 首先呢 是一个Full 这是个关键件字 然后接下来呢 是我们的测试的一个目标 这个是测试的目标 实际上呢 这个音后面的 是我们真正的测试的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 可以是字符串 可以是列表 可以是圆主 等等 任何可迭代的对象呢 都可以放到这个音的后面 这是我们的测试对象 那么在测试对象里面 我们拿出来的每一个 每一个 元素 拿出来的序列当中的 每一个元素 就放到这个目标里头 这个目标呢 就可以定义一个 或者是多个都可以的 这是一些目标 就是测试的对象里 拿出来的东西 就放到这个目标语句里头 目标里面去 然后冒号下面呢 就是在循环的过程当中 要执行的一些循环体的内容 L是子句 也是同样 它是一个负循环当中的 这个子句 这个L是语句块的子句呢 也是一个可选的 可以加也可以不加的 它的工作呢 就像Val循环当中一样 如果循环离开了 离开的时候呢 没有碰到Brick语句 就是正常离开的 按照这个测试条件 执行完了 循环完了 正常离开的 那么就会执行L是 前提条件呢 是这个 我们要这个循环迭代的 所有序列的元素 都被访问过了 我们就会正常的执行L是 如果呢 我们在负循环语句当中 使用了Brick 强制退出这个循环语句 那么这个L是紫句呢 就不会执行了 所以呢 这个L是呢 跟紫句同在Val循环中的L是一个作用的 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做一个小例子 先做一个针对这个列表的循环 例如说 Full循环 循环的这个目标 拿出来的那个 对象中的每一个元素 我们就生了一个变量 X 当然这里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你可以自己决定 N是我们的测试的循环迭代的对象 迭代对象呢 我们在这里写一个列表 中括号的列表 列表中的第一个元素 是一个字不串 STAM 第二个是一个ETGS 是我们的那个第二个元素 第三个元素是HAM 这是我们的三个列表中的元素 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冒号 首行 这是我们的首行 首行是一个循环 那么冒号后面的就是循环体的 在循环体里 我们就负责把循环出来的每一个X打印出来看 这个S呢 就是列表中的元素 回册 我们看到结果呢 就是第一个STAM 第二个DAN 第三个HAM 把它依次打印出来 那么除了这个字不串循环 我们还可以对列表中的数字 也可以进行循环 在循环的过程当中可以去计算 比如说我们上面一个SUM 初始的时候等于0 然后我们循环 循环的时候呢 拿出来的每一个元素 还是放到一个X里 但这个目标呢 这个元素叫什么名字 你可以自己去取 因循环的对象 比如说这个列表中有四个元素 分别是整数的一二三四 放四个元素 冒号 循环体 在循环体里呢 我们就把这个拿到的每一个元素都是整数嘛 我们就把它累加到这个SUM里面去 我们让SUM等于SUM加上X回测 执行完了 执行完了以后 再来看一下SUM结果呢 就是1加2加3加4 得到的结果呢 就是10 看到的结果是10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也可以 也可以呢 写到一行去 例如说 我们在声明的变量 PROD 初始的时候等于1 然后我们写一个FOR循环 循环的时候呢 声明的拿出来的每一个元素 先放到临死的变量里 ATOM 循环的目标 BIN是一个列表 列表中有1234四个元素 循环体的内容 在冒号 这次我们就不回车了 我们在冒号后面直接写 这是可以的 PROD 这是我们的变量 就让它乘以 乘等于 就在自身的技术上 乘以拿出来的这个ATOM 那也就是从1开始 1乘1再乘2 再乘3 再乘4 看到这个结果等于什么 打印一下看 PROD 回车 结果是24 那也就是 1乘1还是1 1乘2 乘2 23得6 6再乘以4 4624 得到的结果就24 这是这个FOR循环 那么继续 那除了我们前面说了 这个FOR循环语句呢 不光是针对于这个列表的 支付串也可以 还有呢 就是其他数据类型的 例如说圆主都可以的 那我们就针对于这个不同的数据类型来写几个循环 第一个 我们声明一个变量是一个支付串 S S呢就随便写个支付串 LUMDERGACK 随便加一点支付 然后接下来再声明 在创建一个圆主 小括号圆的 P就等于 第一个 原数 CEND 第二个原数 第二个我们用双引号把它引起来 因为里面要用一个单引号 M 第三个原数 OK AY 这是我们的这个 圆主 三个圆数 一个S是这不串 T呢就是个圆主 那么开始循环 循环的过程当中 声明的一个临死的变量 拿出来的每个圆数目标就放到X里 IN 我们的循环目标 循环目标呢 先看一个S 循环体冒号 后面我们就把这个X打印出来 X 到我号 回测 看到结果呢 就是这个 每一个字符 这个X字符串中的每一个字符 一个一个的把它拿出来打印 那么同样我们也可以对那个圆主进行循环 FUL X IN T 冒号 那么拿出来的X 我们也把它打印出来 那这里呢就是N的M 这个每一个元素都把它拿出来了 那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 也就是这个FUL循环过程当中 这个FUL循环 它的这个基本结构是FUL 然后拿出来的目标 还有一个关键字是IN IN后面呢就是我们循环的这个对象 我们要迭代的对象 这个对象呢可以是支付串 也可以是圆主 还可以是列表 只要是那些序列的对象呢都可以用 那么在循环 复循环 语句当中呢还可以对圆主进行复制 怎么去做呢 是这样 在循环的过程当中可以创建一个圆主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列表 T T呢等于中括号扣起来列表 列表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是一个圆主 一二 这是第一个圆主 第二个圆主 对象呢一个圆主 那个是三和四 第三个圆主 里面也有两个元素 五和六 这是列表里有三个圆主对象 每个圆主里面有两个数据像 啊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开始对这个T进行循环 那我们从这个T里拿出来的每一个对象 都是一个圆主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生命一个圆主 这个圆主呢 里面有两个元素 一个A 一个是B 然后因 循环的目标呢 就是我们这个T列表 冒号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里我们就把这个圆主中的A和B分别打印出来看一下 printA 逗号B 回车 回车 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二三四和五六 每打印一次 就是拿出来这个一个A和B 拿出来这个圆主中的两个元素 啊 这是这个复循环当中呢 可以 那个对圆主进行复职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复循环语句呢 是可以嵌套的 循环里面嵌套的循环 那我们写一个例子 写一个稍微复杂的循环套循环 比如说我们证明的第一个 列表 一个列表 atoms 等于中括号 中括号里的第一个元素是一个字符串的 AA 第二个元素是一个整数 111 第三个元素是一个圆主 里面有两个元素 4和5 第四个元素是一个伏点小数2.01 这是我们的列表 再来一个列表 pfts 它也是一个列表 中括号刻起来 里面的第一个元素是一个圆主 4和5 第二个元素是伏点小数3.14 结束了 我们现在有两个元素 有两个元素 列表 那么有这两个列表呢 我们第一个循环 我们就对这个测试 这个test这个列表进行循环 写一个for循环 循环出来的每一个元素 就放到这个key里面 in pfts 那么实际上是做什么呢 我们就想判断一下 这两个列表当中呢 有没有重复的 那我们先循环一个列表 再循环另外一个列表 在循环里 嵌套着循环 就在检查 他们俩之间呢 是不是有重复的 那么我们先循环 下面的这个列表 在循环体里面 然后我们就写一个for 在里面 这是一个硕进了 又写一个for 这回硕进了 就对这个item进行这个循环 循环出来的每一个数据项 就叫itm 我们这里写错了 这个叫imtes了 没关系的 我们继续in imtes 就是对这个列表进行循环 那么循环体里做什么 冒号 开始在这里头 硕进就属于这个循环里的 跟它同一个硕进块里 就属于这个for循环 下面的语句块 在这里呢 我们就判断 if item 如果item等于 外层的这个key 那么我们就打印 print key 然后连接 找到了一个重复的 连接 支付串 was f und 就是找到了这一个 一个数据项 那么如果找到了 我们就退出break 退出循环 这个退出循环呢 是退出当前的这个最近的for循环 而不是退出外层的 是退这个 退这个循环 那么这是退出循环 那么如果这个else呢 这个 我如果想给这个for语句 再加上一个else 就如果是正常退出的 那要注意这个else子句呢 要跟它对齐 那么就 按一下后退 退格键 退到跟这个for循环对齐的 也就是这个循环中的else子句 那么在这个else子句里 就是说如果是正常退出的这个循环 那么就是找不到了 那我们在这里就打印 print k e y 告诉他没有找到 后面连接 not f o u n d 没有找到 那结束 回测 那我们这里打印了 第一次 退出的是这个循环 退出这个循环呢 是 这里呢 是找到了 4和5 然后再继续循环 再继续循环呢 是第二次的循环了 第二次循环呢 就循环这个 3.14的情况下 在3.14的情况下 没有找到跟他匹配的 那么这次呢 就是正常退出 所以呢 3.14的情况下呢 就没有找到 就打印了这一行 L是子句 所以呢 我们会打印出来 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是循环 套循环 也就是欠到的 后循环语句的例子 那除了这种方式呢 实际上 这种循环套循环呢 并不容易读取 如果我们想要 像这种情况下呢 去查找两个列表当中 是否有重复的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 采用另外一种方式 用因 关键字 去用因呢 去隐性的扫描列表 来找到相符者 来取代我们的内层循环 那么怎样去写的呢 这样 我们可以把上面这个 循环套循环 改写成 外层的循环不变 KY IN TFTS 这是我们的外层的循环 那么在内层的循环里 我们就完全可以用 一幅 因 测试 用因这个测试成员关系的 这个操作符来判断 判断这个KY 是否在 items里头 如果是的话 那我们在这里呢 就打印这个找到了 在这里就打印 否则的话 L是 冒号 否则的话没有找到 那就执行这一句咯 所以这种写法呢 就比这个循环套循环 就更容易读取一点 我们这里写错了 我们这里呢 不叫items 这里上面是写法了 是imts 我们把这个语句 够循环语句 calfi下来改一下 把这个名字改掉 前面声明的时候 就把它写错了 这里还要把它造写回去 回测 开始执行 我们看到这个结果 跟这里是一样的 这位呢 就是用因的测试成员关系的 隐性的扫描列表 来找到相符的条件 好 继续 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用够循环执行 点形的数据结构任务 收集两个序列当中 相同元素 我们前面说了 这个够循环语句呢 不光是真可以针对 这个列表 我们可以针对任何序列的对象 包括字符串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用够循环语句 去搜索两个 两个字符串当中 是否有虫的 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把它添加到列表里面去 声明第一个 seq1等于spam 这是一个字符串 在声明第二个变量 seq2就等于scam 两个变量 那我们再声明一个 创建一个空的列表 等一个空的综合号 回测 然后我们开始循环 循环第一个seq1 这是第一层循环 循环出来的每一个字符 每个字符串中的每一个字符 就放到x里 然后我们冒号 我们判断if 如果x因 在seq2当中存在 那么我们就把它放到res 这个列表当中 这样列表的 append的方法 append 括号 把它把这个s添加进去 一个一个的元素 就添加完了 执行 执行完了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res 回测 那么他们俩匹配的 找到了sam 就是他们俩重复的字母 看到了有这个sam 三个元素 这个例子呢 是典型的 执行那个数据结构任务 就收集两个序列当中 相同元素的 差不多也就是 简单的集合交集的历程 这是我们这个 一个简单的例子 那么有关于我们 这节课的语句当中的 外循环和这个负循环 以及相关的 这个breaker continue path 和循环 二十指句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